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葉 我們現在來實戰一下全新的變身系統 阿爾敏當隊長的實戰傷害血量以及生存的部分 那附隊的話幫我找上艾連 那我們打的是三豐王奧丁的災厄級 那龍克的部分就可以帶立體機動裝置了 因為這進關的話其實就把你重置掉 所以不用那個-CD也沒有關係 好來 第一關 而且這邊也是全合作配置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就稍微洗一下 那其實阿爾敏的話 變身我覺得現在要拿來當隊長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傷害的部分都還算充足阿 只是要記得的事情可能會比較多一點點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去轉到7C 好 這樣子 OK 好 你看像我這樣沒有消到一組五顆 其實傷害就會有落差 那等一下有消到一組五顆的時候 大家再稍微感受一下就好 第一關這邊主要是去符合7C啦 因為那個沒有符合的話就沒有辦法帶走 他的血量反而是相對比較少一些些 好 第二關這邊我們繼續偷 好 那有消到這個的話會減CD 所以阿爾敏等一下要變身會非常的快速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把阿爾敏的變身開下去 我們先補一個1技然後2技 好 那變身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到5C就可以了 那記得就是至少消到一組五顆這樣子 1 2 3 4 5 OK 好 這邊的話我們記得結束的時候去稍微炸一下下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的話是數字2 3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就直接把牌珠開下去 只是下一關會有復銷啦 所以這邊的話我還是覺得大家可以轉看看 因為他變身之後其實變成閉眼轉租 呃 不是閉眼啦 就是轉租時間會變成15秒 所以我覺得可以不用太擔心 就是稍微試著轉看看2 3速制盾 好 那這邊因為變身之後你炸板也會有一個加C的選項 所以C速左上角那個負面BUFF就可以不用理他了 好 來 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去把那個米卡莎打開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正常轉就好了 因為米卡莎可以幫你無視弓錢的部分 好 我們就去挑場上最多的炸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對 你可以發現米卡莎甚至沒有打到全體 但還是把敵人帶走 好 接著二血我們等一下會用到那個變身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稍微去洗一下下 好 來 再一次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把艾連的1技打開 然後變身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再補一個變身2技好了 好 那這邊就直接送給他 變身1技 對不起 更正1技1技 對不起 好 就是把拳頭發揮到最大 好 來 這邊帶走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我們就是用巨人的角色珠起手 就可以直接把凝結解掉 好 我們這邊的話補一個亢奮下去 好 凝結這樣嚕過去就直接解掉了 好 ok 好 來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第五關 好 第五關要手銷大於等於7C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把這個讓開下去 這樣子的話版面上就有7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送給他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的話我們把阿爾敏1技補下去 女巨也可以補一下 好 這樣子追打會比較快速一些些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稍微去疊一下新珠就可以了 好 等下結束的時候我們可以直接去把新珠炸掉 這樣子 算蠻方便的 好 好 我們就直接把新珠炸掉 啊 因為他是新符石複印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這回合場上沒有新 那等一下就不會有新了 好 來 這邊再一次 對 剛剛沒有消到水 所以阿爾敏沒有打出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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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米卡莎沒有打出傷害 好 再把新炸掉 OK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那這邊的話是 5屬強反手消光暗 我們就稍微去疊一下就好 那你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是去消3屬 然後 等讓跳回來也是OK 好 總之這邊的話我們就是不要去 手消光暗就好了 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 那因為你開著米卡莎 所以突過去他本來就會變 強化珠 好 這邊就直接去轉 好像缺火是不是 好 那等一下吧 啊 活用啦 活用 好 那沒問題了 好 這邊就炸星 OK 來 這邊也直接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7關喔 第7關的話就是不要去 手消到那個3屬就好 我們讓他一次全部爆炸 當然你的血量要高過12萬 才可以做這件事情喔 好 打得太輕了 來 我們這邊的話稍微回個血好了 欸不用 我們補一個亢奮下去 好 那這邊我們就不要去消到3屬 好 對 記得血量高過12萬再去做這件事情喔 不然會GG 好 來 這邊三隻一起收掉 好 來 接著第8關 好 第8關這邊是手消6 7 8 9 10C啊 那如果真的不行 欸 這時候牌珠是可以開下去的喔 因為他不會被重置掉喔 好 那這邊我算一下喔 1 2 3 3 4 5 6 OK 對 你轉對他就會自殘 那等一下真的沒有轉到怎麼辦 欸 那個 愛蓮開下去擋死就OK了喔 好 接著是7C 1 2 3 3 3 4 5 好像已經7了齁 好 總之這邊可以不用擔心喔 炸板也可以因為數量是固定的 炸完啦然後他也會幫你轉一次這樣子 好 接著8C 8C可以1組6顆 2組2組6顆黏在一起 剩下全部3 3 3切開 好 這樣子就會是8了 那他這邊原則上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啦 有閉眼轉珠秒數到15秒 所以 對 就可以試著轉看看喔 好 接著是9C 9C這邊的話就是直接去 1組6顆黏一起 剩下全部3 3切開 對 那當然這個是參考啦 不是一個絕對齁 所以你可以找自己喜歡的方式去轉到 6 7 8 9 10都可以 好 好 10C當然就是全部3 3切開囉 好 OK 來 這邊就帶過去啦 來 接著來到第9關 第9關這邊的話我們就稍微洗一下技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把艾連的2技打開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 呃 對 就把水珠故意消一消 好 雖然說你開下去他其實場上沒有加護 你就也對他造成不了傷害 但這邊我們還是可以 對 故意去消水讓他觸發一個反擊 好 這邊我們就不要再炸新珠了 因為新珠等一下又用來回血 好 這邊被打 然後就會有一個加EP的選項 那等一下他又會可以再次利用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稍微回個血喔 好 一樣我們就去把那個加護珠全部疊掉 好 這邊正常來講其實你進攻好像也打不死對面 傷害沒有到這麼的巨大 好 稍微疊一下 好 記得就不要再炸到新珠這樣子 把新珠稍微留下來 因為我們需要做一個回血的動作 好 那這邊主要就是洗到第三條血的時候 雅妮這個女巨人可以在那個反強化那邊的時候 射出五鼠白白 所以其實現在是可以進關的齁 好 但是我想要等米卡莎跳回來 我們再去進攻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這邊還想要再稍微洗一下 好 我就直接再開這個二技 好 然後我們去回血 然後把這個水珠消一消 好 那這邊的話 我直接選擇進攻好了 我就直接去消那個水珠 不是啦 不是啦 我在講什麼 消攻擊珠啦 好 一樣回血的部分還是可以持續齁 就是 留一顆加護下來 然後不要手消到水這樣就好了 好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沒有問題喔 來 接著來到王一 好 王一這邊的話我們先補一個那個 這個叫什麼 阿爾敏的一技下去 然後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 欸 現在路過去是沒有強化啊 對 所以還是會等米卡莎跳起來會比較好一點齁 對 這邊你就要賭 欸 看等一下掉下來會不會有強化 好 然後他這個炸不是馬上去消除齁 好 阿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 這時候其實也不用擔心 我們先把米卡莎補下去 好 阿我們不要在CD1的時候打死他 所以這一回合先當作送給他齁 因為CD1打死他 他會復活 好 那等到CD2的時候來這邊強化盾 我們再去進攻 這樣子就好了 阿你路過去他就會變成強化族 所以 對 主要還是米卡莎需要亮者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好 OK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齁 二血的部分是拼圖 那拼圖是可以無視 我們就是去消 那個 五顆 這樣子 就可以直接去內建無視 那這邊的話他只是要一個無視的動作 所以不用轉太高C沒關係齁 好 炸 對 這種隊長可能就是會通關時間拉得比較長一點點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要讓女巨人去五鼠射白白了齁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女巨人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補一個亢奮狀態下去 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大力轉囉 好 路過去會變成強化 你可能會想說 欸 反強化 沒關係 五鼠射白白 這邊就直接可以把那個傷害打穿齁 這邊就不用擔心了 對 我們五鼠都消到強化 但是射白白的這個傷害 是可以直接擊穿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完全沒有問題齁 有沒有看到這個白字傷害就是舒服啊 好 那最後一條血 這邊的話我們直接把那個阿爾敏的1技打開 這邊做一個最後的炸板 然後你可以把固板開下去 好 阿最後就直接送給他啦 好啦 那以上這邊幫大家實戰一下二獎阿爾敏的部分齁 大家就稍微感受一下下吧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 謝謝大家